国务院台办近日向全国台企联和各地台资企业协会发出新春慰问信,向广大台商及其家人致以诚挚慰问和节日祝福。 慰问信表示,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兼具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我们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守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携手团结奋斗的结果。 一年来,全国台企联各地台协团结带领广大台商台企积极投身大陆经济社会发展, 参与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做出了积极贡献。 魏文信表示,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破坏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 祖国大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将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注入新动力,创造新机遇。 广大台商台企发展空间将更加广阔,发展前景将更加光明。 广大台商台企只要坚定信心,抓住机遇,主动应变,发挥自身优势, 坚持创新驱动,积极转型升级,就一定能够在大陆获得更好,更快发展。 卫文信表示,新的一年,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和外来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 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 继续为广大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事业, 希望广大台商台企把事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结合在一起, 把握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 以实际行动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贡献新等更大的力量。